4月13日,郑州大学开展校运会,在拉拉操表演中,一名建筑学院的男生穿着女队服,跳起了拉拉操,高腰紧身露八块腹肌,在队伍中是唯一的一名男生,但是看着一点不违和,有网友称,画风清奇。 记者采访到该校另一支拉拉队的领队赵同学,他向记者介绍,这位男生第一场跳的时候连打底裤都没有穿,让他有些震惊,不过后来几场都穿上了黑色裤子,赵同学觉得这也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,很多男生都羞于参加这样的活动,更别说穿着这样的服装了,这位男生勇气可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